最后当季节的族人也都开口时 此地的众人只有不多的一些没有欠下孟号巨额的灵石 余下的每个人看下孟号时都已欲哭无泪了 在众人这急切的期盼中 终于在一天后 他们看到了在下方出现了光芒 随着光芒的出现 众人立刻看到了深坑的底部 在看到底部的一瞬 他们不少欠向孟号这里巨额灵石的 都险些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唯独孟号这里连连叹息满是遗憾 这深坑怎么才这么险啊 要是再深这儿就好了 我的拍卖会还没开呢 孟号皱起眉头 可却没有办法 看着四周众人一个个激动的随着曼腾直奔下方而去 不多时就到了这深坑的底部 这深坑的底部超出了众人想象的大 仿佛那深坑只是一个通道 而这通道下则是一个庞大的世界 无边无际甚至神石散开都无法发现尽头所在 众人一一下来后 站在这里都心神震动 孟号双目刹那收索 呼吸微微急促了一下 许青在他的身边 再看到此地的瞬间也都心神震动 没有人说话 四周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被这里的一幕幕彻彻底底的震惊 这里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地面 一片光滑 如同镜面 而之前众人在上面看到的光 正是从这地面上透出的 如果把大地比喻成镜子 那么在这一瞬众人站在镜子外 看向镜子时 看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一片远古的战场 在那镜子里赫然存在了世界 远古的世界 不知是前于第二境界 还是后于那段岁月 总之在众人眼里看到的 就是一片磅礴的战场 战场上有无数修士 正在厮杀 天地色变 苍穹轰鸣 一道道大地裂缝不断扩散 一波波恐怖至极的树法光木 笼罩八方 天空上无数战车呼啸 更有大量的金甲修士 厮杀滔天 远处不知多少条巨龙嘶吼 更有无边妖兽 似占据了天与地 能看到 有人挥手间 大地崩溃 飞出一块大路 化作流星 杂趣虚无 能看到有人一拳下 星辰崩溃 成为无数火焰 烦烧世界 能看到 有人全身弥漫 百万法宝 形成风暴 所过之处 血肉四溅 此风暴 彻底成为了血色 能看到有人掐绝 一指苍穹 立刻 无数文字 闪烁金光 在半空组成各种古文 散发出 惊天气息 灭杀无尽 能看到 有人牵着恶鬼 鬼身牵杖 无数面孔起伏 发出凄厉嘶吼 所向披靡 这是一场 双方大战 这第一方 是修饰 无边无尽的修饰 每个人的神通 都可撕裂虚无 幻化法相 有无数智宝 轰鸣震动 苍穹 第二方 则是妖 那些样子各异的天地大妖 卷着残风 滔天而来 所过之处 一片黑潮 在更远处 那里的天与地之间 赫然存在了一口巨大的棺木 这棺木如同是从天降临 四周环绕巨大的七彩光环 在这光环内赫然有九只蝴蝶 正在飘飘起舞 无数身影 环绕在这棺果四周 正展开滔天厮杀 彼此都不让对方靠近这棺果半步 此棺木正是这场战斗的根源所在 似众人的开战 厮杀的疯狂 都是为了争夺这口棺果 包括孟浩在内的所有南天大地的修饰 一个个都飘在半空 呆呆的看着大地镜面内 展现出的这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战场 看着那些挥手间移山倒海 摘星取悦的神通 纷纷心神被强烈的震撼 更是有三个人在这战场内 哪怕是这战场再庞大 厮杀再逃天 也无法掩盖这三人的风采 使人能第一眼看 就立刻会将目光凝聚在他们的身上 死他们在这战场上 如同最强的君王 是那尊高的太阳 所有人都要仰望 第一个人是修士 他穿着一身道袍 一头白发 容颜沧桑 右手抬起时 手心内有两个珠子 正在缓缓旋转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白色 他的身后有一片虚幻的星空 仿佛这星空是他幻化出来 他站在天空中 一个人就可震慑整个妖族 第二个是妖族那里 一个长着翅膀 样子如同蝙蝠的大妖 他双眼赤红 身体四周环绕七团火焰 每一团火焰颜色都不一样 更是在火焰内赫然似存在了七把木剑 周身上下 散发出惊天的气息 似他站在那里 就可以让世界 让苍穹 让一切众生 必须膜拜 孟昊不知这两个人的修为 但他却呼吸前所未有的急促 因为他不知是不是错觉 在看向那修士老者的时候 他看到了 其手中黑白两个珠子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当年的赵国 看到的小虎手中的珠子 那珠子在这老者手中 白色的珠子竟一模一样 给孟昊的感觉 或许这根本就是同一物 另外 那人形蝙蝠与孟昊当年一战之妖 有一些相似之处 可最重要的是其身体外 那七团火焰内的木剑 孟昊看到后 心神轰鸣 这分明就是他的视仙剑 此剑他如今有五把 其中四把是获得 一把是复制 但更让孟昊呼吸 甚至整个人心神 轰鸣起来 脑海里有一个声音 在不断的嘶吼的 是这镜子内的世界里 第三个瞩目之人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其貌不扬 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袍 有着一头半黑半白的长发 全身上下不露出丝毫的修为气息 可他漂浮在半空 四周的天地好似被封印 八方的虚无 好似被静止 妖族看到他 全部颤抖 妖气瞬间混乱 好似不受控制 修士看到他 一个个立刻敬畏 好似哪怕目光望着此人 也都会自身压力暴增 修为跌落 他不属于任何一方 站在半空时 如同这片战场 天下三分 其中有一份 就在他这里 他的手中 拿着一把银色的长枪 此枪上有一片片鳞片 相互叠加在一起 颜色也并非彻底银色 而是时而化作漆黑 在看到这把枪的刹那 孟浩的脑海中 立刻回荡了一个声音 妖兵风肿 他身上的荒种 魔念所化之强 虽说一块要消散 但此刻依旧在孟浩体内 传出了嗡名 散发出了强烈的召唤 三代风妖 孟浩直勾勾地 看着那位中年男子 在这一刻 对方的身份 他立刻清晰无比 更是在这个时候 孟浩突然发现 他储物袋内的铜镜 这他在靠山宗获得后 一直对他有巨大帮助的质保 在这一瞬竟突然地震动起来 他的震动并非是看到了带毛之兽时的样子 而是从内到外 仿佛整个镜子都在强烈地晃动 这一幕让孟浩一愣 但神色却不露丝毫 目光一闪 看向妖兵荒种 当年 孟浩第一次遇到妖兵荒种时 收了魔念 化作魔枪 更是得知 真正的妖兵荒种 被封印在一片远古的战场中 除此之外 孟浩还知晓 这片远古的战场 与妖先宗有关 一旦他来到妖先宗 凭着魔念的感应 可以找到荒种所在 可经历了第一第二第三境界 孟浩始终没有找到 与妖兵荒种有关的任何消息 但在这里 在这第四境界的大地上 孟浩终于看到了 妖兵荒种的痕迹 那一身白色长袍 有着半黑半白头发的中年男子 正是三代风妖 而他手中拿着的枪 正是妖兵荒种 一个人 一把枪站在天空三分了天下 这种气势震慑妖族 威压修士 似天下地上 虽非独尊 但也至尊无上 孟浩心神震动 他看着三代风妖呼吸急促 这就是风妖师 看到了三代风妖如此气势 孟浩对于自己九代风妖的道路 忽然有了强烈的期待 他期待有一天 自己也可以这样 站在虚空 分天下 大地镜面内的一幕幕震慑了孟浩的同时 也震撼了四周所有来临的南天修士 众人一个个都呼吸急促 其中那位之前一直在前的甘寿老者 双眼骤然闪动 一个瞬移竟跃出了人群 直奔大地而去 他的举动立刻引起了四周众人的目光 孟浩也双眼一闪 看了过去 这甘寿老者速度极快 刹那就站在了大地的镜面上 向前急迟前给外人看去 仿佛他踏入到了远古的战场中 可实际上 这里依旧还是大地镜面 他身影在几个呼吸后 猛的停顿 双手抬起 向着大地轰然一按 这一按之下 立刻镜面如被刺激 瞬间扭曲 在这扭曲中 于这老者身边 镜面内的世界里 有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穿着战甲 右手抬起时 有一团火焰漂浮 火焰里存在了一只赤色的飞鸟 原本这些都是在镜子内之物 可此刻在那老者的刺激下 竟不知为何 突然的 这赤色的飞鸟居然从镜子里 猛然飞出 仿佛是冲破了某种封印 从镜子内出现到了镜子外 样子缩小了太多 火焰也都暗淡了不少 虽说远远不如镜子内的模样 但在出现的一瞬 也依旧散发出强悍的气息 并非只有这火鸟飞出 在其后 于这大地扭曲间赫然四道光 也随之飞出 这四道光里 有两把剑 一把扇子 还有一把飞梭 似物紧随火鸟之后 仿佛爆发一般 瞬间飞出时 那老者长笑一声 直接飞起 向着火鸟大袖一甩 就要将其擒货 四周众人一个个心神震动 此刻再没有丝毫迟疑 瞬间数十人齐齐飞出 重向那四道光内 四箭的法宝 孟昊速度最快 几乎在那老者将火鸟笼罩 正全力收服时 他已超越了众人 一把抓住了 那间青涩的飞梭 此物如锥 其上散发锐利之芒 更有寒气逼人 孟昊刚一碰触 立刻仿佛置身龙东之中 他双眼冷芒一闪 直接开启了第三命 一把将这飞梭 抓在了手中 随后身体一晃 左手抬起向前猛的一挥 狂风呼啸 卷着与抓向那把扇子的 寄家几人 以及北地修士 使得他们身影一顿 孟昊已刹那临近 左手直接横扫 一把抓向扇子 在碰触着扇子的刹那 一股无法形容的炎热 刹那爆发 冲入孟昊体内 孟昊冷横一声 没有半点迟疑 开启了第五命 强悍的肉身 惊人的修为 在这一瞬 立刻将扇子与飞梭镇压 使得他们挣扎中 无法飞出孟昊的手掌 被孟昊放入橱袋内 与此同时 那两把飞剑 也已被人抢走 芳瑜抢到了一把 另一把 则是被济明空抢走 至于其他人 都面色难看 目光扫过 获得宝物的孟昊三人后 又看向了 那位甘寿老者 此刻这甘寿的老者 也终于将火鸟收走 他的收获 无疑是最大的 任何人都能看出 那火鸟才是重宝 至于其他 虽说也都不足 但却差了太多 老者沙哑一笑 目光扫过众人时 在孟昊这里 停顿了一下 目中露出一抹 凝重与忌惮 随后又看向众人 诸位道友 此地造化不少 没必要盯着老头子 我的收获吧 老者黑黑一笑 退后几步 右手似随意的抬起 可却有阵阵光环 在内笼罩 造化再多 但也没有道友 你知晓得多呀 记者一行人 地位上仅自于死去的 济明峰的济明空 沉声开口 他话语一出 四周众人立刻目光闪动 显然对于老者之前 能把镜子内 织物引出镜子外的举动 都有强烈的兴趣 好说啊 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此地这第四境界 能踏入之人太少 故而外界对这里的知晓 也都稀少 这如镜面的大地 实际上是一道封印 封印了一处战场 也可看成是封印了一方世界 在这封印里 时间是永恒的 若能从外界侧击 瞬间打开一个缺口 那么就会让其内永恒的时间 刹那出现风暴 如同一个逆转的黑洞 将这里的物品吸出 散落在外界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里 法宝之物会被削弱 干受老者 哈哈一笑 缓缓开口 至于如何做 就不用老朽再详细说了 这里大地战场极大 能在这里获得神吗 全看诸位的造化了 老者说完 再不看众人 身体一晃 直奔远处几尺 四周众人也都目光闪动 看着大地镜面 对于老者的话语 有着自己的判断 可无论怎样判断 之前的事实都说明老者的话语 十有八九是真 如此一来 此地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场生命中极大的造化 随着相互目光扫光 季节之人立刻飞出散开 北地 南狱 西墨之羞 也都纷纷扩散 孟昊看向许青 我自己没事 许青微微一笑 转身一晃 也立刻远去 寻找属于自己的造化 孟昊深吸口气 他看着镜子内的世界 沉默中双眼一闪 向着一个方向 快速前行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三代风妖所在 至于其他 孟昊尽管有兴趣 但与风妖一脉比较 一切都是次要的 沉默中双眼一门